好的欢迎回来 今天的这一场是EVO赛前的表演赛 表演赛里面有一场最精彩的我就直接挑出来了 是由大鸟哥来对上梅娜2D对吧 巨人来对上原神 然后他们那个现场解说的声音特别大 然后游戏的声音特别轻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你基本上是听不到什么游戏的声音了 就听我吓吹了 那今天这两个目前都是世界上超门的选手 我没有想到在这一代最强的这个猿人竟然是梅娜2D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他以前都不玩这种类型的角色的 然后他这个国籍也变了 好像梅娜2D最近加入了日本 好了回到队队上来重拳指定本 好家伙 这边应该是要丢玩具了 丢玩具以后垫一下开始折起来 折中了以后这边还可以再接连段 两个彩虹滚 这边都直接用的差不多 还要再攻这边要垫对 什么情况 大鸟哥那边一直在动 不想防呀 上来就是一个perfect 大鸟哥手上的一个斗气洞都没动过 好了这样到了吊灯 上来直接滚脸 绿冲过去重拳挥重了 再来持着进攻吗 这梅娜2D倒是真的敢 一直假招就没送过 现在大鸟哥有问题了没斗气了 起身不知道按了什么 然后直接被打空了 打空以后看一下梅娜2D这边是爆了SA2 那在没有斗气的情况下对手又爆了SA2这你防不住的呀 又要来了 这里加个电然后没有选择od的点 再滚一个正面 哦呦总算是斗气毁满了 起身有没有机会中鸟点通了死了 这个游戏好像是没有板中的 开局就是板边板边完了以后两个人就开始秀自己的拳头 上来第一局的话梅娜2D这边光速拿下 梅娜2D他是一个很敢凹的人对吧 但是大鸟哥呢 如果说防住对手一个凹 他可以一拳直接带走 这不用多想了 你就不要哎 大鸟哥这边有对策的 就星星这个角色如果用轻的滚的话 他滚到你面前不滚到你 然后是可以偷你的 但是滚中的话那就是一个雀反 所以大鸟哥刚才往前走了一步 直接是抓了一大个雀反 很爽 来走过去以后直接投掉一个蓝房 再过来 OD的夹针压制然后驾到了 又可以继续换边 到了板边以后被青鸟机点掉 点完以后日冲一个中刺 指定投 马丽莎几乎所有夹针的后面都可以随时出个指定投 就问你敢不敢动 你要是不动的话会更加痛 上来直接滚个中的这一次不敢滚轻的了 因为刚才被对手抓过一次 这是个对策大家可以学一下 你想打星星的话你最好就走近一点 让他在那个轻滚是滚的到你的位置去打 这样的话会更加好抓到一些缺反的智慧 直接爆了SAR 穿过去了 而且都是被打光了 这边 一个短剑顶了一波 第二发呢 再续满一个短剑 这边斗星应该是没有办法回满的 这一灯很危险 追过来了 还可以再滚回来 这个玩具是真的很复杂 好像可以有多次运动变化的轨道的 那都是我没研究过 但是我看他好像左右来回滚 有点有点嚣张 滚中一发以后玩具丢出来 这里玛丽莎想要把这个位置赶紧拉过去一点 不要站在玩具的中间 不给对手释放了机会 中断命中 完了以后 绿冲以后直接续一个短剑 去打对手的一个抢头 这边带上一个C C打完以后对手没有斗气了 基本上死了没有什么区别 除非他还可以再起身凹个什么东西 凹中这难度有点高 他也不想凹了 死了算了 他这边就堵一下对手不敢压自己 选择一个前跳或者是别的什么动作 跳尖鸟想要偷指令头没有中 这边安全跳以后的指令头被对手反打了 一波追过去 绿冲情况就有点落 投则 再过去以后终掉这边罗马盾堵出来了 直接OD的滚 短剑 只会从天上偷鸡是吧 这里绿冲的终掉被对手凹开了 直接给上SA1 完了被防住了 这边应该是要没了呀 手上也没有气 没有斗气 那就冲过去 啊 这边怎么把自己的斗鞋打完了 这边能不能关死 关得死了 哎 这里练花的组合拳 就全部是加真 没有的动 唯一能够动的就是那个短剑那一下 有可能可以跳起来 但是大脑哥也没有续满 基本上都是续一半就放出来 这个时候你也跳起来 这个OD的圣龙交出来 有一个玩具 完了这边 短剑 头一个中段 这个中段只打一段的话 没什么问题 不能缺乏 不利三针 这里头中 完了以后 OD加真 差一点 有点危险 这个短剑很恐怖 他在你正面用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放 交了SA2 大脑哥这里交反击了 把自己最后的斗鞋交出来 想要确认一下C有在摇 看他抖了两下 看这个东西 考虑一下还是不交了 还有的下一灯可以搞 你现在交出来万一没打中 对吧 就算你打中了也未必能赢 自己手上没有斗鞋 最多就回到快满的这个时间点 那爬起来的话还是对手有力 情况这点中了 两拳放倒 来 直接凹了 到现在 没脑海地的这个凹 凹几乎没有被防住过 要防中一次啊 这个游戏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这样并不能让大鸟哥选择不压 该压还是要压的 调一下镜像没有选择架招 转圈 这一下 哎呦 匍匐前进躲对手的一个绿冲重拳 好对策 这样大鸟哥下一次进攻 你得考虑一下大别的动势啊 这个趴下躲这个重拳有点狠 有点刀尖舔血的意思 我不想被你摸着一下 不想被你压着一下 我不防 我一定要找一个智慧反打 打的会比较积极 上来滚轻的 好 大鸟哥看出来 你这个距离是很适合滚轻的 那我就直接轻攻击缺反了 但是轻攻击缺反并不痛 哦 这里 OD的短剑直接打掉对手的一个空中变效 运动过来 这一重拳想续背对手直接滚中 最后的斗骑交完了 两个人并不想考虑太多 电池来夹成 再一个跳入 命中了 重拳直接蹦好 诶 这里是个联防 第二次再来一次还是个联防 没血了 死了死了死了 打起来很凶的 感觉大鸟哥跟Mina2D打的都比较好 放松 没有想太多的 基本上就以猜为主了 给你拼 不想有多过多的利回 但你说这两个角色有什么可以利回的 没有的 该拼的就拼的 这边报了SA2 丢个玩具过来 诶好短剑解掉这一波 但是没有用 爬起来还是神龙 因为这个神龙被防住也没有关系 他手上是有SAR可以做两次取消的 你就算大鸟哥防住的话也跟没防一样 但该防的还是得防一下 你明知对手会神 你到底防不防 这样Mina2D已经是来到了3-1 上来左阵灯 诶左阵灯完了以后直接续一个短剑 只想打对手的一个抢招 我防住了结束了 这一灯会非常快的结束 感受一下这个伤害 不带CA的好吧 不带CA半管学 这就是确凡应该升了 马力虾这个角色 因为他本身力回性能不强 他全靠就是打精神压制的 赌命摸一个角 放倒你 然后来拼 那你这个时候就只能选择升或者不升 你要是没升中就直接死 你要是不升的话 那对手就一直压着你的斗气 也吃不消 那边后退一步 打掉对手的一个头则 还有一个安全跳可以做 中脚压 加掉对手的一个滚 对空 哎呦非常nice 其实要对星星的空是要有点用 他玩的跳跃轨迹其实不好对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逆向 你要很早出这个下动权 来了玩具要来了呀 玩具绕回来了玩具跟踪的 这带定位芯片的 哇这下反击都给你炸掉了 这一波过去大脑哥没了 再电一次 你怎么防 你拿什么防 哎呦他直接选择的是用重拳打拆 延迟的重拳 给你一个拆头的空间 上来直接滚坐 直接丢个玩具 你说就这种强度的话 我说小孩要在接八六当中取得成绩 我觉得难度真的挺大的 太凶险了 你不说他们实力怎么样 这个过来找你拼命这件事情 你未必能够在一个抢二的对决当中挡得住 什么 中掉加针 完了以后 再一个头则 过来直跳想打拆 哎跳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经典换编 看一下下一波的压制 啊挡住了 挡住了对手的一个生龙 那星星的生龙的话只有一段 用一个罗马短剑 只要续住很容易挡得住 诶 那个情况下他抢招也不是很傲 就留出这么一点距离的这个短剑 挺吓人的 好 那目前的比分2比3 上来直接滚 这边滚中的一定不太敢出轻的 上来骗过两次以后发现没什么用 可能大脑哥的眼睛确认得了这个滚的速度 情况是摸角 再来短剑 等一下重拳没有补上 这边对手出来了超远距离的一个绿冲滑铲 摸大奖 两个人都是摸大奖的选手 摸了这辈子最多的奖 直接罗马顿堵中 一个偷则倒地 左阵灯 然后虚蛮 这边对手最后一点斗气 然后感觉到了对手 有可能会在最后一个斗气的时候 凹自己的SA 这就是一种直觉 一个节奏非常快的情况下 看了一眼对手的斗气 大概猜到对手要做什么 选项太少了 上来指令头 多深深 等完以后防住了 这边要继续追吗 没有 这一下 彩虹鬼滚到一个逆向 很难受 直接被送进墙鸟了 大鸟这一怎么说 选择虚一下短剑 看看能不能摸到脚 跳一下逆向来了 落地直接指令头 没有考虑太多 这边还可以压 还是指令头 还追到了一个缺反坑 对手出蓝房了 中调点中 带走 甲钞是吧 这个游戏 起身按甲钞 真的风险超级大 无论是投则 还是指令头 上来又是架掉了 没道理现在不敢用轻的 这里被对策过两次 要么就直接点掉你 要么就是被对手拉前一步 打缺反 怎么算都是自己亏 不如滚个中的 但滚个中的话会丢位置 他会往后拉很多 来 笨到了 这一下毒兵成功 哇 这连刀失误了 换了一个边 头子没中 中全摸一下 跳落 这里架得很准 一个进方以后换边 续 这里省得第一时间前跳出来了 那大鸟哥因为是堵对手生龙的 哇 这一手极限反扑 应该可以不用交气就带走了 大鸟哥刚才因为是要去预判对手会出生龙 所以他多续了一会 他如果直接放掉就是打对手的一个起跳 那不放掉的话就打对手生龙 这是一个二子 头到 这个点上抢到的一个头有点奇怪 到场角了 哎 一对手 等着你 马利沙所有的招都很难打爆这一下 这个趴下有点过分 跟春丁那个行云流水有点像 不知道行云流水能不能躲这一下 哎 换到边了 但虽然没有斗气 这一波防住了 游戏结束了 胖胖两拳 中拳 带走 这个血量 就算没带走 跟带走也没区别 应该是没死 还有一格水 最后一下 过去 凹了凹了凹了 问题不大 对空 哎 这种局面还是看得出来的 只有一格斗气的melody 能做的选项有点少 对于大鸟哥来说比较很猜他的行动 容易猜 通内空 4比3 这个打得超级快 10分钟 已经打了7局了 绿松过来 中拳命中 好 倒地追过去 一波进到场角 这下猜一猜 是一个安全跳 坐下来以后直接就死了 爽 这个表演赛难怪是安排这两个人打一个抢10 其余人都是抢5抢7 快点结束下场 打得太丑陋了 这才是真正精彩的 这个局知道吧 没有防守只有进攻 下中拳接上直接给SAR 要做一个搬运来到墙鸟了 冲 哎呦 蹦上墙 一波抬走 太暴力了 大鸟哥打起来就是这样 没有给你什么过多的思考空间 抓住你以后你别跑 休走 还是在这边选择方正突袭 先打个试探 加中 但是还不到 这里有点远 这里用重拳摸一下讲 哇还不到 嘿 是的两下罗马盾跑路了 跑得很远 丢个玩具过来 能不能电出来 好的电出来了 这下玩具飞过来 有点不想防 只得选择解空 那是落地或头则被对手反打 那节奏太快了 一瞬间就多次的攻防转换就完成了 重拳摸中 又是驾到 但是这下重拳打掉对手一个前跳 来到长鸟位了对空 来不及 这玛丽莎的对空短板真的 但这个就是你说她要对空再强一点 我就不知道对手要怎么玩了 想要去偷一个中段 在这个点上面 很奇怪啊 你怎么看出来MadeRD是一个不喜欢动的人 我觉得MadeRD无时无刻都在动 他根本没有停下来过 所有的则都很少有打动对手不动的情况 这样有换到边然后交出SAR 直接滚开了 不想再来 这个反应 这什么鬼样的反应 看到这时候滚出来再出了一个罗马盾 竟然还是个经典模式 我确认了一下他不是现代人 偷则中了 这下斗士不多直接蹦 最后的赌命 这下赌完以后应该也没事了 等一下MadeRD要怎么来料理最后一下 他手上还有玩具可以丢了 我感觉他要丢 没有 并不打算用玩具来打一个二次 要打要打 对手一个左阵灯过来了 防住了 没有他这边选择续短剑 还有一丝血 这一丝血斗士挥满了 有智慧 哦智慧来了 死了 MadeRD追上一分 两个野鹿子 巨人队原神 直接滚 滚了一个重的 还不了 但是每次滚完这个重的 就会被对手板边压得很快 这是一个问题 还不像本田 滚完以后就在你脸上 这里直灵头重了 绿虫过来 抓掉对手的蓝房 这血量已经很不健康 哇 大鸟哥 大鸟哥那边把这条斗士用完了 这个短剑他早放了 他预判对手有可能会跳 哇 觉得对手没有理由在这个点上凹啊 你说是吧 他还是凹了 哦 这一下好像是个失误 这条大鸟哥等一下自己的斗士就行了 不用很冲动嘛 哇 但是对手不加了 他等突然偷一个中弹过来 这个血量追上了 中鸟子的棒 哦 等的就是你这一下哦 靠 接近板边了 大鸟哥感觉差不多自己的斗士也快满了 那这个时候Mate 2D肯定想请他上墙了 所以在这个点更多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SAE上面 哎 这里输了 哇 这里输了 但是大鸟哥比较可惜他按了个架招 他要是不按这个架招的话 重拳缺反过去 Mate 2D已经接上帝了 投到一个 缺反抗 哇 这一下续满的 游戏结束了 续满的重拳你吃下来了 而且是带绿冲的 后面就可以直接打出最高伤了 散来滚先架掉 Mate 2D已经连续N值没有出过这个金的滚了 被抓过两次以后再也不敢了 知道自己错了 这就从良 还是重的来滚 半两回那边选择绿冲去压板 呃 滚到身后 好在第一次内容按驾招 至少不亏斗气 喂 这次 轻的来了 淘导一发 玩具跟上 滚走了 主要是不是OD版的 OD版的话 这个玩具还会弹起来 所以我觉得吃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交OD点 这里又架中了 这一下架中想去打一下对手的拆 这是为什么 这个对手会在这个点上考虑一下拆头吗 不存在的吧 不存在的吧 哦 他有可能是想要防一下Mate 2D的一个生龙 如果防住的话游戏就结束了 哦 这一下空中的一个变相只能被笨抓中他死了 不存在生还的可能性 这个游戏非常的恐怖 经典玛丽莎恐怖游戏 上来空中TC抢空 完了以后TC再冲 下段 然后突然一个指令头 拍完头以后 中拳命座 TC上来 OD的两拳上天 左阵灯 完了以后给CC结束了 太快了 哇 一瞬间 比分来到了 屎比斯 维拉2D表示这个角色伤害上面他接受不了 他自己虽然这个变化要变得多 但是在玛丽莎面前众生平等 你真的碰上一个对侧方面特别好的玛丽莎 他能够拿到更多进攻智慧的话 真的就非常吓人 玛丽莎这个角色 你让他放到你两次 你能接受得了 这接受不了 太恐怖了 这边防阵突石 然后这里被跳投了 投则不中 绿冲 好 直接顶掉了 再来OD的滚 好 还可以再接一下 在水量上面 哇 指令头 这一整只第一次刚刚出 正好是打在了大鸟哥 按这个驾招上面 以前这种指令头很难打中别人 因为没有驾招这个选项 现在有这个驾招了以后呢 很多人在考虑你下一下 会不会继续压我的时候 按一下驾招 你这个时候指令头出 会大幅提高你的命中率 来了 这里也是指令头抓中一个驾招 再一个普通头抓到一个驾招 MD别再驾了 在家要把自己驾走了 挑逆一下 大脑跟这边所有的斗气耗完了 但血量很健康 MD还在盘算的 要怎么去把这一波把他给打死 这需要规划一下 电玩直接蹦了 这边直接蹦的话是打不死了 丢个玩具 开始在版面烤一下试 烤一下试看一下大鸟哥起身 怎么来处理 是罗马盾 还是短剑 这是什么呀 我都没看清 他应该是3k走了一个身后 然后就突然破防了 这有点凶有点凶 刚才那个玩具玩的有点好 这样的话目前比分7比5 上来只能过 看到个手用指令头去抓他前面管阵 这就有点过分而且更加过分的是 Mina2D居然跳起来了 真的 这都是什么魔鬼预判 太魔鬼了 哇这一下 我躲了对手的一个绿冲重拳以后 第一时间派生一个跳 重拳摸两下 这不是给SA已死了 发生了什么 搞了两下人没了 杰八六这个游戏真吓人 有时候你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一局结束 中掉摸两下加两个针 再滚个正面 这一下方针正好的一个霸体触发了 再来个短剑到墙角了完美加最后你还是敢加 投掉对手的分 下一波 还是投 一个安定的则的话基本就是以投为主 那么马力莎对投的话除了解投或者霍霍没有什么更好的选项 下段 然后重拳开出自己的SAR还有硬打 你们能不能破一次防破一次防的话基本就有了来了丢玩具 玩具丢出来一个电然后中断死 基本上就是你开出SAR要是能责中一下破一次防 然后把玩具丢出来的话基本上对面就没得防了 防不住了 又是中断又是下段 那投则混在一起 你按什么都是不对的 对手能择你的次数太多了 这前中全摸中 然后情况下接一下这边是直接选择打正面完了以后一个头丢回去 这边不敢压防一下对手 这个短剑被对手打了一个身后绕到逆响 这里又是短剑 还好放得及时再蓄一方被投了 哎这一下 绿装的重拳重了 现在没头一紧我估计 有点慌 最后一下了 直接蹦 哇反蹦 这里可以带走了 这要带不走的话属于连段有问题 带上一个SAE就可以 你带不带 还要打那么长干什么我就想问 我以前经常这种稳吃的局然后 打中很长的连段当中乌鸦失误了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送走了 没有头中第一时间前中拳回来然后就选择一个盾驾中了两边都是耗得很快 哎跳作了这一下 要不就赶紧按驾招但是没有用还是要吃到一个缺反抗 总拳续满指定头没有抓到被这时候一个跳进向 来到板边 奔上墙了 这里 脚底下有个玩具哎左阵灯出来了换边成功 这里跌完了以后人往前跑一点没关系被打了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压 然后给出自己的SA2 把对手先送进墙角做一个搬运连 我这边 给自己留一发吧 我直接 选择打一个SA1 玩具也不丢了 在滚一个正面对手 噢价格 nice 本来以为他会选择留一下然后丢个玩具出来再压 这样比分拉到了7比7 等于是最后打一个抢3 搞得有点像两个人在打总决赛一样 我觉得这次AVO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两个人打决赛的场面 OK 这里OD的身 你像现在MinaRD的这个电狼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策不来这个东西 很强啊 我这直跳打了对手罗马顿到了一个长脚 ODD中脚ODD 我死了 看他这个角色虽然是一个乱搞型的角色但伤害还是很高的 诶正面直接截了 每一次大脚哥都用不同的招式在想办法去应对对手这个鬼 最好是能有一个通用的就无论你轻的还是中的 重的我都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解 刚才这边就选择一个喷拳 勾拳 完了这边是交了SAR 要关一个版面 丢个玩具过来直接 赌命 SAR出门而且对手这边没有动机冲过去给他拼 一拳只得带出 这边RD也不想防了 防了就没防了没什么区别 该死就死了 早点死了算了 还少给对手加点气是吧 TC 然后打一拳以后 绝对拉开 重拳防住 哇这一下之力够了 确凡过来我感觉这一顿要提前结束 还好还好 这边叫SA凹出来 让一下地下 大脚哥那边没有动机了对手还在磨 虚蛮 哇 MadeRD出现一个新手级的失误 哎呀 这有可能是按错了 我觉得他有可能想按驾招按成了一个笨 有谁会在罗马短剑面前去按蹦的 我是没见过 是个人才 8比7 上来 重刺 再来陆琼 从掉架掉以后没关系继续压 这下是还不到的 只是能说这下可以挡一下 感觉好像释放时机再者就 啊这下是个后跳要是个直跳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感觉MadeRD正好已经半条命没了 捡回半条命还行 那这一把的运气在你这一边呀 点中掉好 这边打到康以后直接确认一个se 有点凶 现在只剩最后有点血了 这点血不能掉以轻心的说真的 你被大鸟哥抓住一下你也是很危险的 倒地 但他后面要猜好多次我觉得 你再猛这个连续猜中这么多次难度有点大 上来彩虹滚抓掉 瑞虹过来 纵权失满这一下正好起跳了打飞了 鬼应个中的继续往前压两发 这一下一个前前刚好到对手跳腻的距离了 那就只能让他跳了 加到加到以后绿冲 确返不到 是不是按中角可以确返得到 不知道 说真的 在绿冲绕开对手要跌了要跌了要跌了 来了 这个玩具滚过来大鸟哥此刻很慌 他都不想防 防了以后会掉更多血吗 怎么办 这里是 好像是安全跳失误了 好家伙 有骗到 大鸟哥觉得那一下是个安全跳按了个架招 可以看对手跳中角是空的 鬼的肠子都清了 比分来到8比8最后的强儿 加到 跳一个中角下转放倒 神的头则没中 鬼个这边 鬼个这边你也安架了是吧 两个人每次都是滚到脸上以后都在做变化 情况之头则没中 Tc od的勾拳倒地 打一个安全跳这边 一个驶满的短肩命中了被斗刺赶紧凹一个sa1抢救一下 这边绕到逆向 我这一下能不能劝凡 重拳抢 没有问题 安全跳 落地 防住 就是结束 最后才能凹了一个 压力太大了 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选项 该凹就凹了 拼了 上来滚又被夹到 绿冲过去 重拳打到抢 做一个搬运脸 因为这一下是一个缺反 蓝房以后的 金房缺反 修的有点大 这里Tc打中以后再取消一个绿冲 过来以后又是一个安全跳前中掉顶中了顶中了顶中以后直接确认给ca 9比8 你说以前贴霸5你打一个抢时没有一个小时搞不定 现在连30分钟都没有到 而且比分是拉满的 19局 9比8 大老哥先一步来到赛点 Tc取消下段T两发 一个短剑滚一个正面 再来这一下直接接中了彩虹滚中断按倒在地 重拳续满一拳放过去 毕竟板边了一个前跳换出来了 等一下大脑哥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一个跳中脚下来 Od的彩虹滚在街上一个玩具 纠级的考试这边选择按架了 我 在对手投的那一刻 啊被挑递一下没有用了 死了 感觉张康是捕捉到一个机会的对手投的那一瞬间他前跳出去了 感觉比分要拉到9比9了 咬的也太紧了 轻空机打到康马上确认中拳的Tc 迪波过去 跳中条这边架的好 但是 直跳 这一下大脑哥选择的按头 大脑哥是不是一个 哇 板边的反蹦 中拳失满 两拳 上天以后 这边按倒 做一个安全跳 对手这边也是一个金房 哈哈 抢招 来了直接给上Ca 一定要把这一灯拿下 下一灯不好打 下一灯恐怕会有一些难 这好像还没死呀 过去绿冲直接中拳拼了 这肯定 肯定打你不敢 Od的 这Ca没凹中你接受得了 肯定接受得了 所以你不会哦 上来 空对空 反手投到一发 绿冲过来 这里选择蓝防 没有架套 死里头没错 被反打这一波 墨地的空中一滚 滚完以后 一个投则来 这里直接确认 他为什么选择架套 怎么感觉安本是来的之类啊 诶 输了 这不是失误 输了 哇 这是一个偷鸡套了 投 没有 回下斗词 哇 刚才那个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那地上那个玩具 他通过自己的一个生龙把那个玩具给他藏起来 这是什么鬼才思路 天才啊 我靠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 还说我才输学浅了 早就有人用过的吧 说我电狼看太少了 太优秀了 而且你要知道对手的这个段位也很高 都是世界顶尖级的选手 你看他玩这种套路 能给到这个机会就很少 跳中了下来 电一发 果然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刻使出杀招啊 两个人打到一个最终的赛点 TZ抓中了 有个安全跳下来还是架的很准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 你的安全跳我落地必能架 那你能不能直接跳下去投呢我想问一个问题 被奔上墙了 实力胜利之差一不自由 奥迪的电来 最后一则 滚回去 这就要把伤害打这么满 这连段是真的很长但是起身被强中了 不敢凹了 不敢凹了 只要大脑克真正的大赛点上来 轻攻击抓到对手的一个轻吻 中了左阵灯进到板边 哦 再来滚正面 跳正下 爆炸了朋友 炸裂了 这一灯的话 目前至少是优势 但你不能说他 能赢 爆出 还有个C在 毕竟板边的时候他可以干出很多奇怪的事情 要不要交气 不交他可能是要把这一灯留到下一局 而不是把这个能量留到下一局 把气流给克隆 就是打到了双方的一个最终赛点 这就是世界顶尖值 好 哇 上来了这个绿虫的缺反抗 碰 中权 反 中权扔中 这下后跳了一个中角 于是有瞬间的逆转 换一个变 YET 跳一个正面被一个跳前攻击截中 我越打越谨慎了 最后一灯要谨慎起来了是吧 前面就是过一下场 批评 比划一下 这边跳入中了 坏了 这边开C2 大鸟哥进版边了 怎么来守这一波 呃 嗯啊 抬头 两天 时间时间出门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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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ant me! 我真的时间能中饭吧 我感觉这时间已经完之错过去了 这一波 没上是你那什么打 你拿什么 他挡住了的我的天 哦他就这样挡住了 只能滚正面 有死蛙 跳一下 一跳下后抱下来 直接蹦又被投掉 哇!一波三折! 太刺激了这个主,天哪 这比EVU的决赛好看多了好吧,我说真的 当然话不能说吧,今天EVU的决赛到底从中口我也不知道 这场比赛超级有意思 超级的,两个人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看家的本领全用出来了 目前世界最强的一批选手,两个人都是在 现有的短时间内拿过大赛冠军的选手 好了,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观众来源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